在APAC财长会议登场前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将在11月9号10号 在旧金山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进行围棋两天的会晤 美中双方希望在睽違一年的拜席会前 在特定议题上取得进展 以建立更加正常的关系 叶伦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指出 美中有义务建立有韧性的开放沟通管道 以防止分歧升级为冲突 但同时也知道美中关系不能仅局限于危机管理 在美国制裁名单上的香港特首李家超 确定不会出席APAC领袖会议 而是由财政司长陈茂波代打 之前美国国务院向国会议员保证 不会邀请李家超出席旧金山APAC 香港政府新闻稿暧昧地 用李家超因为日程事宜 无法亲自出席 给外界李家超有获得美方邀请的印象 引来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欧 和众议员加拉格尔不满 要求国务卿布林肯在13号前说清楚 这邀请函是否发给李家超 莫瑞表示自己今年两度前往台北商讨在APAC的合作事宜 期待与中华台北代表在旧金山的参与 TVBS新闻李家辉 美国华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